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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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河境内美丽的旅游景区是非常多的 诸如根河原国家湿地公园 保鲁古雅史路部落 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 奥特里堆山 汉玛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等 都是难得一去的旅游景点 除了优良的自然环境 绝美的旅游景区之外 根河地区的民邦民族也是非常浓厚且有特色的 诸如斯特洛伊查节 四宾节 迅路文化节等 都是根河地区比较古老的一些民俗节日 若是赶上好时间正好赶上 那可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 其实说起根河市 作为中国最冷的城市之一 依据其中国冷籍这个招牌 其实大力发展冰雪产业也是非常有前景的 希望阿卫来能越来越好吧 内蒙古的朋友们 你认为 中和市是自治区内去首府呼和浩特最辛苦 最无奈的县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